我想问3690 ATM里面是否它的质地最好呢? 应不应该用3690来一个长期存货? 3690是市场上看得最分歧的 因为如果你斟酌于它没有钱赚 那你绝对不会看它的 好了 如果纯粹看刚刚这些贵的业绩 那就是它最英俊的 因为第一 它的收入增长是25% 灌绝ATMXJ 第二 它主要有三个部分 第一是外买 第二是导店 第三是新业务 外买和导店是两个权重 这两个是交出功课的 好了 令到它真的输钱 就是所谓的社区团购或者新业务 但是这个业务的经营亏损率 其实跌了十几个百分点 是有改善 所以为什么我说它公布了业绩之后 我短线是喜欢看好它呢? 就是因为它本身业务做得好 新业务又有一个改善当中 但是我给出来的都是说 第一个位是198到200而已 最尽最尽的都是221而已 所以你说去到194到200元去买的话 那直播率就不太吸引了 上面去到221 10% 跌回180又有荷兰 所以我给出来就是 最好是175去买 就算上到198到200的话 我们也有20多元去买 我觉得美团暂时来说是我其中一个选择的方向 我又提到一句 如果你问我 短线是美团 中线以前是腾讯的 现在就可能会选择京东了 但是有另一个方向就是 大家不一定要选ATMXJ的 其实举个例子 一个科技股的ETF 可能也值得去考虑 因为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不要硬硬去选ATMXJ 这个不是大股东沽货 那个就搬货过来 不是那个就因为 业绩优于预期 炒了上来 那么你硬要选择 其实对自己不利的 反过来 会不会有机会有些 二线的科技股是做得好些 但是如果二线科技股 你很难一下勾下去大手的 那么变相 作为一个BetaTrade也好 作为一个监管放松的投资策略也好 其实相关科技指数 我觉得反而可以想一想的